同桌100 同桌100 祝你考试100 满意100 同学们 上课 同学们好 导师好 同学们请坐 同学们 欢迎大家来到同桌100学习课堂 我们来开始今天的学习 同学们 今天我们一起走进语文元第一 同学们 你们喜欢去野外观察大自然吗 喜欢 那去野外观察大自然的时候 你们会做哪些准备 会带上哪些必需品呢 想一想 你会带上什么 请你说 水壶 面包 要带上水壶 面包 对 请坐 还有吗 请你说 帐篷 地图 要带帐篷 地图 指南针 哎呀 你真是个有经验的旅行者呢 还有吗 想想 还要带上什么物品 我们要去观察大自然 啊 请你说 啊 请你说 相机 手套 还要带手套 还要带相机 手套 请坐 还要带什么 请你说 望远镜 望远镜 哦 登山鞋 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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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壶 望远镜 指南针 你们读的真准确 那么大家看 上面这一行词语 是描写去野外观察大自然的时候 我们的一些穿着 那下面这一行词语呢 描写的是去野外观察大自然 所必须的一些物品 大家一定要牢牢的记住 同学们 我们来看 登山鞋呀 是专门为爬山和旅行而设计制造的鞋子 非常适合户外的运动 那望远镜呢 是用于观察远距离物品的一种 目视光学仪器 能把远物很小的张角呢 按一定的倍率放大 这样呢 远处的物品就能清晰的呈现在我们眼前 而指南针 是利用词针指着南北两方的这种性能呢 制成的一种指示方向的仪器 特别是指南针啊 它还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四大发明之一 是我们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做出的一项非常重大的贡献呢 据说呀 它是我国古代宣言皇帝发明的 你们看 这些都是指南针 那边左上角的是最古老的指南针 又叫斯南 你看 这些 随着时代的变迁 科技的发展 指南针呢 越来越多的普及到人们的生活中去呢 了解了这些之后 让我们再回到原地中 我们来看这些词语 请同学们来读 手套 帽子 登山鞋 运动裤 地图 水壶 手电筒 指南针 大家看着拼音 读得很准确 很流利 那现在你看拼音朋友飞走了 你还认识他们吗 认识 来 谁来挑战一下 读一下第一行的词语 看你能不能把它读准确 请你来读 手套 帽子 登山鞋 运动裤 地图 水壶 手电筒 指南针 你看啊 他的学习积极性多高啊 一下把两行词语都读得又准确 声音还非常的红亮 把掌声送给他 谁还能像他一样 来读一读 请你吧 对 手套 帽子 登山鞋 运动裤 地图 水壶 手电筒 指南针 哦 他读得也非常准确 而且流利 我们一起来读 好吧 好 手套 一般 起 手套 帽子 登山鞋 运动裤 地图 水壶 手电筒 指南针 借助词语 大家会读了 那现在你们看 只有这些声字 你还认识吗 认识 我们一起来试一试吧 每一个读两遍 开始 套套 帽帽 登登 斜斜 酷酷 涂涂 糊糊 直直 真真 读得真棒 那你能不能交流交流 你是怎么记住这些声字的呢 我知道同学们有很多记声字的办法 比方说 手笔画啊 加一加 剪一剪 或者是换一换 甚至编儿歌 谜语 你们的方法有很多 那现在我们来交流交流 你是怎么记住这些声字的 谁用什么方法记住哪个声字 你都可以站起来给同学们说一说 讲讲你的小妙招 谁来试试 好 你来吧 我用猜谜语的方法记住了裤这个字 哦 说一说 车库里面有一件衣服 哦 车库里面有一件衣服 你的方法真好 请坐 还有别的吗 看 其他的声字 你怎么记得 和同学们交流交流 请你说 等一下 我用猜谜语的方法记住了裤这个字 用加一加的方法记住了帽子 金加感冒的帽就是帽子的帽 哦 你看 用加一加的方法可以记住帽子 金加感冒的帽 这个方法也很好 那其他的呢 来说一说 其他的声字 请你说吧 我是用加一加的方法 记住了帽子的方法 用什么呢,大口框加上东,还有水壶的湖,上面是士,士兵的士,中间是拖宝盖,下面是叶,对,你看,再看,这个生字,下面是一个像豆一样的字,对吧,少了最上面的一横,那一横变成了什么呢, 变成了横扁点和两点一纳,你看,用减一减加一加都可以记住好多生字,对吧,同学们,对,那你再看鞋,是鞋加两个土组成的,那同学们看这个生字,上面是大,下面呢,横竖,横横, 长横,撇折点,你看,我们用加一加,剪一剪,换一换,猜谜语,讲故事,还可以用加一加和数笔画这些方法呢,灵活组合,都可以记住好多生字, 以后同学们,可以用这些方法来学习生字,一定记得又快又准确,好了,同学们,让我们再来读一读这些生字,把它牢牢地记在你的脑海里吧,一个读两遍,套,预备,起, 斜邪,酷酷,图图,糊无,直直,珍珍,对,同学们,这些生字啊,在我们的生活中啊,运用十分广泛,你比方说,套,我们可以组词, 手套,套,套,布套,像帽呢,那就更广泛了,你比方说有,帽子,金帽,花帽,灯,它是一个动作,可以,它是来表示动作的,我们可以组词, 登山,登高,登上,看,鞋,是服装,服饰的一种,做词,布鞋,皮鞋,铜鞋,对,还有,裤,有, 长裤,秋裤,裤口,裤,图,图画,地图,图形,虎,水湖,虎口,指呢,看,有,手指,指路,指南针,针,针,针线,针对,同学们,我们刚才呀,通过看拼音, 读生字,又通过说一说自己怎么来记这些生字的,也加深了我们对这些生字的记忆, 而且呢,我们还主词来读这些生字,老师相信呢,你们一定能够牢牢的记住它呢,那,让我们再来读一遍这些字,来,一起读, 非常好,同学们,接着我们看这样一道题,谁来读一下题目的要求,请你读吧, 体会每组加横线的词语的不同意思,选一组演一演,对,读得很准确,体会每组加横线词语的不同意思,选一组演一演, 那么我们看,这一道题目啊,里边有两个要求,先让我们看看它的不同意思, 然后呢,再演一演,同学们,你们看,这三组词语,每一组啊,里边的两个字, 它们的意思啊,都不相同,那现在呢,请同学们自由地读一读, 边读边思考,诶,画横线的词,它的意思有什么不同,好,开始吧, 有发现吗,看,每一组中的这加横线的这个词,它意思有什么不同, 我们先看第一组吧,谁来说说,迎上去的迎和追上去的追, 有什么不同,请你说吧,迎上去的迎代表的意思是冲着,对着, 哦,对着,两个人,或者是两个事物对着,是吧,嗯,你说得很好,那敢,那追呢, P就是在同一个方向,嗯,同一个方向,前后,后面的去赶, 去紧跟着前一个,对吧,嗯,你体会的真好,把掌声给他, 真棒,那穿和P又有什么不同呢,想一想,穿,我们要把衣服怎么样啊, 请你说, 穿衣向的穿,是把衣服,鞋子,袜子,套在身上, 对,都要套在身上, 嗯,是把衣服,贴在肩膀上, 覆盖在肩膀上,盖在肩膀上,不套进去,是不是,你体会的真准确, 那甩甩头,摇摇头,这个甩和摇又有什么不同, 我们都做做做甩的动作,体会一下,再做做摇的动作,啊,你肯定有发现了,谁来说说,甩甩头, 摇的甩是什么意思,请你说, 甩甩头的意思就是没有顺序的摆头,哦,就是随意的这样摆,啊,这样, 甩甩头是有顺序的摆,哦,摇,你觉得摇的意思比甩的那个幅度要小,力气要小,是不是, 对的,同学们,不要小看,这一个字,一个词,它的意思啊,可不同呢, 你看,第一组中的迎是说对着,啊,冲着,那,追呢,是赶紧跟着, 一个表示相对的,一个表示同一方向,那穿呢,是说把衣服,鞋袜,这些呀,要套在身上, 批呢,它的意思是只是覆盖在肩膀上,不用套进去, 还有甩,它就是有抡扔的意思,那摇呢,就是轻微的摆动, 另外呢,就像刚才他说的那样,甩的力度比摇要大得多, 同学们,你看,我们的汉字多么神奇,多么有趣呀,每一个字的意思都不相同, 所以我们平时在说话,写文章的时候,一定要用准确,明白吗? 明白,那好,现在让我们把这三组词认真地读一遍吧,迎上去,一般,起, 迎上去,吹上去,穿衣上,踢红袍,甩甩头, 摇摇头,那同学们能不能演一演这些字词表示的意思呢? 能不能? 嗯,那我们选一组吧,比方说,这个迎上去和追上去, 老师选两个同学来演一演,请你们两个来吧, 请你们两个先给大家表演一下,迎上去 迎上去啊,对,这样面对面就是迎上去,是吧? 那追上去呢?你来表演追上去 啊,对,你看,这样就是追上去 好,同学们,让我们把掌声给他们,他们两个表演得非常准确,来 好,谢谢你们两个 那么同学们,如果对这两组词语感兴趣呢,课下我们可以再演一演,好不好? 好,好了,同学们,让我们来看下一道题,读一读,用夹恒线的词语,说说你的日常生活, 也就是说,用夹恒线的词语呢,我们来造句, 谁来先读一读这两句话, 我们看第一句话,谁来读一读, 请你读吧 我的脾气可快了,这时候我很温和,这时候我很,我却很暴躁 好,那第二个句子谁来读一读 请你读吧 平常我在石子里睡觉,在小溪里散步,在江河里奔跑,在海洋里唱歌,跳舞,开大会 你的声音真好听 同学们,我们看,这两个句子都出自于我是什么那一刻,对吧 那我们看第一个句子 有时候,有时候 你看,老师用它说了一句话 我的生活可丰富了 有时候我很忙碌 有时候又很悠闲 那你能不能仿照着这个句子用有时候,有时候来说一句话呢 你有时候干什么 有时候干什么 请你来说 课堂上,有时候我在写作业,有时候我读书 啊,你是个爱学习的孩子 你看,他说得多好啊 这个词语很简单的,是不是 谁再来说 请你说 课下时,有时候我跳绳,有时候我拍皮球 哦,你看,跳绳啊,拍皮球啊,跑步啊 这些我们还可以在体育课上去做,对不对 还可以在课外活动时间去做 对,同学们 那接着我们看这个 在哪里干什么,在哪里干什么 在哪里干什么 你看,老师写了一个句子 平常 我都是在 学校写作业 在家里读书 在排训 在培训班,练舞蹈 在公园里和爸爸妈妈散步 或者看爷爷下棋 那你能不能也仿照着这个句子 用 平时 你都在哪里干什么 在哪里干什么 啊,你看 他多勇敢啊 请你来说 平常我在家里写作业 在图书馆看书 在公园里玩耍 在电影院里看电影 他说了几个 四个 四个,是吧 而且同学们想一想 这些事情 我们在刚刚过去的暑假里 都做过,对不对 那我们还可以说 暑假里我在家里写作业 在图书馆读书 在公园里玩耍 在电影院里看电影 你看你们的暑假生活 多么丰富多彩呀 而且呀 冯妍啊 非常的积极 非常的大胆 我们要向他学习呢 来,把掌声给他 请坐 谁还想来说一说 请你说 平常我在学校里读书 在操场上 在操场上跑步 在图书室 在图书室里读书 在舞蹈室里 在舞蹈室里学舞蹈 你看在学校的学习生活 也是丰富多彩的 是不是同学们 是 好 那我们接着看下一道题 我们看 这是一道书写提示题 这几个声字啊 大家仔细观察一下 它们有什么特点 有什么特点呢 冯妍 你说 冯妍 你说 哦 你发现了 做法这两个字呢 它们都是左右结构的字 左边窄右边宽 请你再说一点孩子 左边窄右边宽 左边窄 窄 右边宽 对 那嘟 别是 左边宽 右边窄 其中呢 这个字 它还是一个多音字 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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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时候呢 是都是全都 嘟嘟的时候呢 是指的手嘟 好 请坐 同学们 是啊 这四个字啊 它们都是左右结构的字 不过呢 这两组 这两个字 是左边窄 右边宽 这两个字呢 是左边宽 右边窄 我们在写左右结构的字的时候呢 左右两部分 要紧靠在竖中线的两边 不能分加 而且大家注意观察 如果是左边窄 右边宽 那么右边的个别的笔画呢 比方说撇呀 撇折呀 长横啊 我们可以从左半格起笔 是吧 那左边宽 右边窄的字 我们仔细观察一下 有的笔画可以 左边有的笔画可以写到 右半格来 是不是 对 这样呢 这个字在填字格中 才能站得方方正正 左右两边 留的空呢 才均匀好看 明白吗 明白 好同学们 请拿出你的笔 仿照着这两个 这两组生字 认真的在你的书上书写 注意 左右结构的字呢 要分裂在竖中线的两边 个别笔画呢 它可以外延一部分 注意你的写字姿势 抬头挺胸 老师相信你记住这种书写规则呢 一定能把这些生字写的工整漂亮 好了同学们 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 下课 同学们再见 老师再见